魁北克是加拿大面积第一大省 它是北美地区法国文化中心 魁北克省超过80%的人口为法国后裔 其中魁北克最大城市蒙特利尔 是仅次于巴黎的世界第二大奖法语的城市 魁北克一词在印第安阿尔冈昆雨中 是河流变窄处的意思 早期魁北克地区仅指圣劳伦斯河变窄的地段 随着14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灭亡 西欧与远东的香料和黄金贸易航线 因被阿拉伯与意大利商人把持 西欧人产生了探索新航线的诉求 在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14年后 意大利航海家乔瓦尼达维拉扎诺 成功说服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事 委任他去探索通往中国的西线航线 这次探险虽然没有成功 但却为北美东北部奠定了新法兰西的名称 12年后 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迪亚在加拿大东部的圣劳伦斯湾登陆 他随后以法国国王名义宣布占领这片土地 一年后卡迪亚逆流而上 到达了金奎北克市附近 当时卡迪亚问当地的两个年轻人 这是什么地方 两个年轻人用易落魁语中的村庄一词答复了卡迪亚 这就是加拿大一词的由来 几乎与英国的五月花号移民同步 另一法国探险家塞缪尔 德·尚普兰沿圣劳伦斯河建立了永久殖民据点 最初来到新法兰西的法国移民们日子过得并不好 这里的冬天太寒冷 常常有人冻死 他们和当地一个叫伊洛奎的印第安部落冲突 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法国在北美殖民地新法兰西 只有一些皮毛商人按季节短暂的往来 并没有常住的居民 直到1663年 路易十四才宣布将新法兰西地区 设立为直属国王管辖的省份 之后他发兵平息了敌对的印第安人势力 在随后的150年间 法兰西与英国在北美展开了长期的战略对峙 最初新法兰西地区的人口只有不到3000人 这其中未婚男子占了绝大多数 为了增加人口 时任新法兰西总督向路易十四进言 在法国本土招募想要去新大陆生活的女性 路易十四接纳了这个意见 在民间召集了一批年轻的女孩子 他们在12至25岁之间 路易十四宣称负责他们前往新大陆的旅费 并付上一笔钱和新衣裙做嫁妆 唯一的条件是他们抵达新大陆后 要立即结婚生子 这些女孩子在历史上被称为国王的女儿 路易十四还承诺女性到达新法兰西后 有权挑选男人并且可以毁婚 为了保障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 新法兰西规定在婚前每对夫妇都要签署一份 有利于女方的合约 保障女方有对婚后财产的所有权 以及单方面离婚的权利 至于那些适龄而未婚的男人 则必须缴纳单身税 若是单身男性迟迟不想结婚 则会被吊销诸如狩猎捕鱼 或者贩卖毛皮的执照 在失去经济来源后 若单身男性还不想结婚 就会被押去原始森林里放逐一年 如果一年后被流放的人还能活着回来 那他才能有不结婚的自由 通过结婚奖金 育儿津贴 新法兰西的人口数量 在三年内就翻了一倍 到了1700年左右 新法兰西从一个荒凉之地 一跃成为人称小巴黎的附属大省 可惜好景不长 1754年 英国和法国爆发了七年战争 到战争结束时 北美东北部已经全部被英国占据 七年战争结束后 北美十三州殖民地 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 善于搞制衡政策的英国 为了专心镇压13州人民 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两年 颁布了魁北克法案 该法案不仅保证了魁北克地区的议会民主制 还大大拓展了魁北克地区的版图 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部法案的默许下 法国民法体制和天主教会的种种特权 都被保存下来 魁北克法案颁布之后的数十年间 法国后裔似乎暂时忘却了亡国之恨 然而这种另类的法国式社会模式 却和整个加拿大地区的英式文化格格不入 由于法裔天主教徒重农经商 因此大多数法语族裔从事体力工作 英语族裔于是灭称 北美的法语族裔为白皮肤的黑鬼 在法律上 魁北克实行法国的大陆法系 与英国的习惯法不相协调 1791年 英国议会把魁北克省 以沃台华河为界 一分为二 一边是英译为主的上加拿大省 一边是法译为主的下加拿大省 这种化合而至 愤而致之的战略 加剧了两大族群的对立 半个世纪以后的1840年 发现这一问题的英国人 想要弥合这种趋向分裂的格局 颁布了联合法案 将上下加拿大省重新合并 在联合法案基础上 成立的上下加拿大议会 为了体现平等 两省获得了相同的议席 这让占据绝对人口优势的法国后裔 处在了相对弱势的地位 此局引发了法裔的愤慨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 大量忠于天主教的法国保守势力成员 逃到魁北克地区 为了寻求法裔民族生存的精神力量 抵御来自英语世界的威胁 魁北克天主教会 密切了与罗马教宗的关系 这种宗教上的倾向 予以新教为主英语民众格格不入 1867年 英国议会通过不列颠北美法案 把上加拿大 下加拿大 新布伦瑞克和新斯科社省合并 组建了加拿大自治岭 此时的加拿大 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 内政自主的政治实体 此后 加拿大的国土不断向西拓展 原本想要大展宏图的 魁北克法裔族群 感受到来自英国人 主导的加拿大政府的限制 进入20世纪 加拿大的法裔人群 逐渐成为孤立主义者 他们因反对为英国卖命 而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结束的30余年间 魁北克得益于 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 该地区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 在此过程中 受益更多的是英译富商 法裔则多处在中下阶层 这引发了魁北克民族运动 1960年 魁北克自由党人让 热萨热当选为魁北克省总理后 他退出了与联邦财务分摊的决定 提高了省内法语人群的经济地位 1963年 少数魁北克独立分子 成立魁北克解放阵线 鼓吹通过暴力行动 实现魁北克独立 60年代到70年代 该组织先后制造了200多起暴力事件 1967年 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 在蒙特利尔世博会期间 访问加拿大 他当时在市政厅发表了 以魁北克自由万岁未提的演说 这记起了法裔居民 对自己文化和语言的自豪感 由于1970年10月 魁北克解放阵线 策划绑架了英国驻蒙特利尔贸易专员 和魁北克省劳工部长 这导致加拿大全国进入战争状态 10月危机后 魁北克分裂势力 从恐怖暴力 转变为政党斗争形势 1976年 主张独立的魁人党 成为魁北克省议会的绝对多数党后 魁北克议会通过22法案 规定法语 是魁北克省唯一的官方语言 1977年 魁北克议会又通过101法案 该法案扩大了法语 作为官方语言的使用范围 很多在魁北克生活的英语人士认为 这是魁北克人党 迫使英语人口离开魁北克的手段 这个独尊法语的政策 导致60万英语足以出走 法语宪章对魁北克社会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法案规定 公立学校只能用法语授课 政府只能用法语办公 魁北克还特别设立了语言警察 专职在公共场所巡逻 监督法语的使用情况 这种强大的民族 煽动文化导向 让魁北克的法裔民族主义 愈演愈烈 当时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认为 加拿大必须有一部新宪法 以完全脱离英国 修宪同时 适逢魁北克的独立公投 杜鲁道承诺 只要魁北克的公投不过半 在新的加拿大宪法中 将会给予魁北克人 更多的自治权利 当时支持独立公投的魁人党 领袖是勒维克 而联邦总理杜鲁道 也是地道的魁北克人 在魁北克人心中 杜鲁道比魁人党的支持度还要高 1980年 魁北克举行独立公投 最终59.56%的魁北克人 选择留在加拿大 也许联邦换了一个总理 魁北克公投就会有不同结果 在魁北克举行独立公投两年后 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 切断了英国和加拿大之间 所有剩余的必法联系 之后除魁北克省外 所有省份均签署了加拿大新宪法 该宪法明确加拿大未双语国家 但是魁北克人认为 新的宪法中 对于语言和教育的保障 仍然严重不足 他侵犯了魁北克议会 对语言和教育政策的立法权 而且在新的宪法里 没有给予魁北克否决权 只把魁北克视为联邦一个省份 在这样的宪法里 魁北克在联邦的议案 将会输给英语族群 1994年 魁人党重新赢得魁北克执政权后 强化了维护法语地位的执法 当时魁北克要求英语人口低于50%的社区 取消英语的官方地位 这些语言政策在加拿大广受诟病 引起魁北克商界的反感 为了扩大法语在加拿大的影响力 魁北克人党邀请魁北克法语传媒大亨 贝拉多加盟 贝拉多高调宣布 他之所以加入魁人党 就是因为他想要魁北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当时多数魁北克人认识到 如果魁北克脱离加拿大联邦 多民族聚集的蒙特利尔 作为加拿大曾经的第一大城市 可能会要求脱离魁北克 这是魁北克人难以承受的 更为直接的是 如果脱离联邦 魁北克将失去每年从联邦获得的 160多亿家人的倾斜性补贴 这占到魁北克省预算的20% 离开这笔资金 魁北克以以为荣的社会福利体系 恐怕将遇到问题 当时魁人党分成两个路线 一个以巴西所为首 一派则以布夏尔为首 两人虽然都支持魁北克独立 但是前者主张 魁北克不需要与加拿大有特别的关系 两太于1995年9月 向魁北克省议会提出举行第二次公投 在魁北克举行第二次公投前夕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反对 魁北克独立 美国政府公开威胁 如果魁北克独立 那么魁北克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和世贸组织需要重新谈判 这无疑达到了魁北克经济虚弱的痛点 一些原本支持魁北克独立的法裔选民 转而支持留在加拿大 很多法裔加拿大人认为 魁北克独立的最大障碍是经济问题 公投对魁北克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它导致魁北克的经济发展水平 落后于安大略省 出于对魁北克独立的担忧 原先在魁北克的英裔企业主 与大量居民移出魁北克 这造成了魁北克人才流失 经济失血 执政18个月的魁人党 发动此次公投 是想借机改变一席偏少的被动局面 但弄巧成拙 50.58%的选民选择留在加拿大 由于此次公投结果太过接近 使得加拿大报纸 甚至以宾死经验来形容魁北克公投 对加拿大的冲击 当时的联邦总理 是魁北克出身的克里提安 克里提安在1998年 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 在加拿大联邦中的省分 无权片面决定脱离加拿大 这催生了清晰法案的诞生 加拿大学者认为 该法最关键的一点是 规定举行公投 不能简单多数 必须得到全体魁北克人的同意 更重要的是 必须得到全体加拿大人的同意 虽然不少魁北克分裂组织领导人 曾向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寻求支持 但在2008年 魁北克举行的法语国家首脑会议期间 法国时任总统萨科奇 明确表达了 支持加拿大统一的立场 在清晰法案通过的同一年 加拿大总理史蒂芬 哈珀建议 将魁北克省 视为在统一的加拿大下的一个国家 换言之 魁北克是加拿大的国中之国 在英文中国家一词 即可指独立政府之下的一群人 也可以用来泛指 具有共同语言和风俗的民族团体 或许哈珀就是故意犹豫于模糊的文字 让魁北克与加拿大联邦各取所需 就这样 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权力下放 换得了国家的统一 也让魁北克省取得了实质上的权力